到花博去逛逛 民众少不了必须要在园区里面休息或者是用餐 不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漂亮的是花博便当 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台北市卫生局就要求业者必须在每一个便当上面 要标示它的热量跟可以食用的时间 还有投保五千万的意外险来确保民众食的安全 花精灵便当 美得让人想要当伴手礼 当成纪念品送人 五种花精灵便当 像是百儿 蓝儿 小葵 小球 小玉便当 都有不知不作的漂亮的便当袋 还加上了一双环保块 这可是限量版的 还有画家的工笔画 外带填词的 西上蚕春 黄鸟心 这花博的陶瓷便当是最重的 而且是最有诗意的 另外像彩花星球啦 元气便当等等琳琅满目的便当 卫生局线都要求厂商得标示热量 而且每个餐盒上面都要贴上食用的时间 以免花博便当太漂亮 民众舍不得吃啊 主要是因为整个花博园区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到晚上 那我们请业者张贼这个人去辨别说 你今天买到便当是厂商在早上制作的呢 还是下午制作的 纪念型的花博便当从120块到300块都有 但是普通的便当的两倍到三倍 经济型的便当的内料大概有排骨 有鱼排 有鸡腿 还有素食等等 55块到90块不等 这还不够 园区内的美食店所使用的餐盘跟餐具都得要清洗干净 卫生局每家都会积茶 有米饭残留的滴上一滴试剂 颜色立刻变成蓝紫色 没洗干净可是会罚钱的哦 卫生局表示到礼拜天为止没有不合格的业者 入冒混合 入冒小媒陆 红星 呜